Hello,大家好,我是荆柯 大家好,我是渝夫 那么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讲 中国人投资美国资产失败原因揭秘 那么第一点就是什么呢 中国人买美国房产的 你知道有失败的案例吗 知道,应该不算太知道 不算太知道 中国人们投资美国房产失败的原因有哪些方面 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能买有问题的房子 就是买到了有硬商的房子 有很多客人,因为出持来美国 然后没有完全的了解 然后就去出手 然后再买到了一个一处有硬商的 有硬商什么叫硬商 硬商就是无法改变的问题 就硬商 然后买到手上过后就可能扎到手上 然后这是一个受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卖不出去的 那可能卖不出去,完全有可能的 卖很长时间 甚至你要变现 当然美国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 就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 就只有割肉离场了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市场,你知道吗 第二个 嗯 嗯 嗯 不知道 买的区域出现了问题 区域不都一样吗 那有些区域的房价 它是到高峰过后 它人口在持续流出过后 它就很难的 嗯 因为买盘少了 买盘少了 它房价它都没有支撑点了 嗯 嗯 这种情况 也会套住你手术 那区域一样 它照样住里面 它为什么 我告诉你 明显地离自洛杉矶 阿开利亚的很多人 必套 很多人必套 因为那价高了 那就是你的人口 它的流向发生的改变嘛 你知道我们的第一个客人 那个姐姐 她 那你说 她当时是2013年买的房子 是买到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 你在其他区域 随随对面赚个本子 三五十 像去年 去年前年卖的 最后 她八十多万买的 将近八十万 最后九十万 就卖掉了 把中间佣金那些客户 基本上 当然她没赔钱 但是两三百万以上的 现在能卖的储蓄都不错 阿开利亚有很多人实际上 是在这个地方 投资必套的 所以这次买房的一个城市和区域 很重要 当然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老美区 有个别的老美区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 老美区目前我还没有发现 就是说 就我了解洛杉矶 还没有这个 出现这种情况的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 第三个是啥呢 广告 比广告更富有 每个人我一再强调一个观点 打广告的房子 它一定不是好房子 因为好房子不愁嘛 好房子一定是 还需要加价才能拿下 这是我们工作当中 可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也是一个潜规则吧 那么因为广告 富有广告的房子 你知道它广告的是啥 它广告的一定都是房子的 你说是亮点 还是它的不好的地方 肯定是亮点 对 说到广告的时候 它有些时候 它只把房子的好处说出来 它不说坏的 很多人它不懂啊 关于谁打广告 谁把缺点打出去 那有吗 那或者是啥子 把缺点打出去 把亮点的也不是 那个 那个 你老爸写文章的时候 就经常自爆气短 你知道吗 所以说广告有些是很多客人 我告诉你 很多客人就是拿这个房子 来来来 一会儿你帮我看看 这个房子 是不是个好房子 你看那广告吹得凶 我只用我说不用看 知道吗 好房子它不需要广告 但是广告它的作用很大 它有些时候能把人 出使人的去激情的 激情的去爬 我不管啥 好像大家都跟他去抢 广告说的这房子也很好 就去买了 那么这种情况也有 看广告可以买个房子 然后又有可能招致受伤 第四一个是啥呢 第四一个 我不知道 差不多 应该就这些吧 第四一个 买入了这个不成熟区域的新房 美国的新房 因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法人特别喜欢买新房 这个有些区域它不成熟 这是第一个 这个区域要经过交通时间的发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区域它因为有很多的新房 格局是有问题的 很多有问题的 我告诉你 因为这个新房要上市 重新上市 再出售的时候 就能够知道它这个房子好不好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检验 新房的楼盘开发上 它有很多的促销手段 它可以让你消费者乖乖去掏钱 这是他们促销的 我说这就是新房开发 他们很厉害的地方 它能够把房子 很有严重问题的房子 能够卖出去 我就一个据 罗杉矶在齐乐缸那边 你知道吗 你去没去过就是 那个北边有一块 靠着很多高页电线那一块 你去过没有 没有 我记得你去过 我们上次有个房子 那边没卖出去 那一块 我记不得了 那边有很多高页电线 你知道吗 那个小区旁边就是高页电线 但是那个小区的买的人 基本上我告诉你 没有几个能够全身而退的 所以买房子就是 一定要注意就是不撑 这个新房 买新房一定要看一大格局 第二个房子里边的小格局 还有这个区域的整体情况 那么这也是很多人 投资受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在买新房 一定要站大眼睛 一定要还是 我说的 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 认为自己很了解 一定还是要抓紧的人士 这是受损的一个原因 包括像森林福这下面 我们这下面很多人也是必套了 那房子因为一百多万 租才租个三千次 一百一十万租三千八四千美金 还做不出去 因为投资人太多 很多那种出租的盘 投资整个一个小区的一个 在供应需求这方面 整个是失衡的 这也是投资失败的 就是我就是说两个 比较实在实际的案例 你包括像尔万有很多的新盘 在东南尔万的西北九尔那里 有个小区 那里面两百多万的房子很多 卖一两年卖不出去 那就是格局存在严重问题 那因为那里面的房子 我看了至少也是几百套 所以说在买新房的时候 一区域要成熟 二 格局一定要好 格局有问题的 区域有问题的 这也是中国人投资每个房子 亏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比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五一个 你知道是吗 第五一个 嗯 不知道 我写的东西你没认真看了 没看 拿人民币在美国买房子 那人民币买不了 怎么买不了 有很多美国的开发商 把房子弄到中国去买 拿人民币卖的 有很多 他们怎么接受人民币 那我不知道 但是 这种房子也是一定会 叫格局存买牛 如果买的这个房子 如果 没有重大硬伤的话 我说没有重大硬伤的话 进入卖 随着区域的成熟 就是说你时间比较久一点 可能不会赔钱 你看那个 二王那个阿姨 她在休息那边 买的房子二十多万 2013年12年买的 那你说美国的房子 这几年已经涨了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个person 随时外面都可以赚钱 她现在卖它 它装不了钱 因为开发商把整个的预期 未来五到十年的预期的那个 涨幅已经全部给你提前消化掉了 这种很多这种案例 所以在中国付人民币买每个房产的 短期收省 当然如果买到有硬伤的房子 它很难卖 可能亏省 那么当然就是 我说没有硬伤的房子 那么可能亏省的就是时间那个熬 熬了十年八年二十年 反正拿出本租 还能收个租金 关系不是太大 但是就是生殖这款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第六个是实际上 被经济人忽悠 对 被经济忽悠 想开炒作 每个房子赚钱 每个房子 我一再强调一个观点 你知道实际上 是 不要去短期炒作 短期炒作就不要来投资每个房产 这是我一直表达的一个观点 每个房产不适合短期投资 因为每个房子中间的交易费用太大了 至少是在百分之五到六 光这一款 就是一个对这个炒风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 你知道 中国人投资每个房产失败的人多不多 还行嘛 对我的了解 至少有百分之二三十 百分之二三十 每个人买房子 要想不失败 就是我们刚刚总结了几个原因 要去规避 每个人买房子要开保值 我认为 就是说 买二手房 比新房更保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尽量去买那种吃新房 90年代过后的房子 它的整个的格局 屋矿 相对都有一个保障 它是保值真实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方面 现在我总结的就是这些 这是我过去几年的一个职业经历 总结出来的一些观点 来供观众朋友 或者在美国有买房的那种 需求的朋友去做一个参考 今天这个问题我们就交流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你了解 你做的还有其他原因吗 中国人投资美国房产失败的 原因还有啥 还有啥呀 还有 应该没啥 没有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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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